小黄人居然是牙齿编的 老黄人牙齿开始脱落 下一秒竟然变成小黄人 这样的繁衍后代你绝对没见过 这天是老黄人的百岁生日 也是繁衍后代结束生命的日子 上一个小黄人聚在一起 为老黄人庆祝生日和忌日 就连大肠鼻子也闻讯赶来 看到此视频的都能长命百岁 在大鼻子的带领下 他们浩浩荡荡地走在大街上 转眼来到森林里 这也是小黄人繁衍起源的地方 只见老黄人艰难地脱掉外套 摘下陪伴一生的饰品 露出骨兽如柴的身躯 直接躺在光秃秃的草地上 他不停地喘着粗气 感觉很快就二个儿屁 这是一只蜻蜓落在他的眼前 也意味着他完成转世 紧接着老黄人的牙齿开始脱落 小黄人也就此诞生 很快就长出四只 自己去找喜欢的大黄人 并把他们当成妈妈 而没用的老黄人 便被他们一把火点燃 直接烧成了渣渣灰 随后小黄人全都离开 开心地露出西班牙 只有刚出生的小黄人 伤心地流出眼泪 那么问题来了 你知道一个老黄人的牙齿 能诞生出多少只小黄人吗 欢迎评论区留言 这只苍蝇太猖狂了 竟然一头扎进佛祖去花里 佛祖赶紧用二指缠将其堵住 想把他熏死在里面 没成想苍蝇又飞到他的鼻子里 佛祖还没来得及躲小 直接哭吱一下顾忌重演 结果发现这味道直冲天灵盖 苍蝇随即也飞出来 来到他的脚底挠痒痒 佛祖瞬间奇痒无比 直接来个佛山无鹰脚 不怕死的苍蝇又飞到手上 佛祖假装没看见 接着使出牵手观音直接拍下去 得意微微一笑 打开双手却发现空空如也 苍蝇此时越来越猖狂 在他的面前飞来飞去 这也彻底激怒了佛祖 使出乾坤大魔仪和降龙十八掌 大战八小时 结果苍蝇没抓到 自己的佛手还拧成大麻花 怎么都挣脱不开 苍蝇仍不罢休继续挑衅 可近在咫尺苍蝇就是够不到 肆无忌惮的苍蝇又来挠痒痒 受不了的佛祖顿时打个喷嚏 竟然意外解开打劫的双手 看着停在一旁的苍蝇 佛手就像小鸡吃米一样 唰唰地倒起来 苍蝇又飞到另一边 佛祖直接一头创去 顾不得疼痛的他 直接拿出裤带当成苍蝇牌 就是一顿骚操作 没想到飞出十万八千里 吓得佛祖一动不敢动 生怕弄掉裤衩可就糗大了 可苍蝇还是不依不挠 这次佛祖不按套路出牌 七手八脚的一顿乱抓 意外的竟然抓到苍蝇 佛祖开心的像个佛祖一样 手舞足蹈跳起广场舞 却不小心放走苍蝇 佛祖想把他抓回来 没成想自己掉下神坛 意外的是苍蝇羞成仙 变成了蜘蛛精 那么问题来了 如果你是法力无边的佛祖 会用什么办法消灭苍蝇呢 欢迎凭日去留言 感谢观众蛋蛋 下期更精彩 18岁的小伙20年没有吃饭 普普通通的馒头蘸酱 这样吃出了山珍海威的感觉 如果你没有胃口吃饭 一定要看看他是怎么吃的 从来没吃过饭的小伙 饿得肚子只剩一张皮 随后来到一家新开饭馆 只要一次性吃100个馒头 喝一份魔鬼辣椒酱 就可以不用结账 于是男人坐下大吼一声 让老板上菜 大手不停地挥舞要一次性上棋 很快老板端上小山一样多的馒头 还有最辣的辣椒酱 这把一旁的吃客精呆了 小蛮药都没有胳膊粗 根本不能吃这么多 只见陈好从容地解开一口 脱掉十年没洗的臭鞋 随即气韵丹田大手一拍 一筐馒头直接飞上天 用刚摸过脚的小手抓住 我得妈呀 直接给其他人看傻了 把馒头揉成圆球 夸地蘸上辣椒酱 一口一个 不用脚直接吞掉 转眼吃掉十几个根本停不下来 再配上不要钱的辣椒 小味儿熬一下就上来了 简简单单的馒头蘸酱 竟吃出满汉全息的味道 看到此时你是不是也会 像我一样馋得流口水 是的口音 男人吃了十几分钟 脑袋辣得直冒冷寒 但也没喝一口水 此时时刻全都不吃了 全都目不转睛地看他吃饭 甚至给他打油加气 小伙配上新鲜的小鱼干 那味道简直太绝 转眼间只剩下一个馒头 蘸上辣椒酱仔细地品尝 就连剩下的鱼骨头也直接锁哈 最后用手指擦掉紧生的辣椒酱 用舌头缩了缩 小伙一顿饭顶我半年吃的 不得不说实在太厉害 最终赢得免费吃的大奖 那么你觉得他能不能得痔疮呢 男人放个超级巨癖 竟然能毁灭全世界 只见一个小男孩在拍腿上了妹 为了表现自己的幽默 他居然要在游泳池里表演放屁 尽管女孩们嗤嗤一鼻 可他并不在意 还是使出吃爷爷的力气 猛地扑斥一下 正当他洋洋得意时 女孩们却露出惊恐的表情 只见刚刚那个屁正在迅速膨胀 并且越来越大 瞬间变成了一个十米高的彩虹屁 我的天哪 所有人都被这一幕真惊了 直到有个美女大喊快跑 大家这才反应过来 开始四处逃散 可此时有个倒霉的还在水下游泳 当他感觉大事不妙浮出水面时 结果直接被锯了 原来彩虹屁里全是毒气 只要碰到了就会立马嗝屁 安娜被这一幕吓坏了 直接瘫倒在地 这是一个声音从后面传来 原来是男朋友跑来救他 但结果 没过多久 全世界都被毒屁包围 到处都是臭气熏天 屁烟滚滚 只有少数人活了下来 而安娜就是其中一个 她每天都会戴上防毒面具 搜寻一切可用的资源 因为她曾经发过毒事 一定要找到那个乱方屁的追回活手 让她屁债屁还 千万不要招惹小白兔 不然怎么被玩死的都不知道 一个大兵从空中掉落 不幸被树枝刺穿大腿 这是一只毛茸茸的大手伸了过来 哭斥一下给拔了出来 大兵被兔子吓一跳 兔子以为帮了倒忙 夸的又给插了回去 一年后男人忍着疼痛 包扎好伤口 没想到小白兔又冒出来 有了之前的惨痛经历 男人赶紧把他赶走 谁知贼心不死的兔子 惦记上男人的背包 趁着男人不注意 蹦跶地来到跟前 便开始一顿倒腾 翻了半天啥好吃的都没有 正是男人抬头 看见不远处的电话 他准备拿起求救 可还没说出具体位置 小白兔好奇地扣动扳机 下一秒 直接把电话干包废了 兔子一脸蒙圈 随后又拿出手雷 咔嚓咬了下去 差点割掉蛮嘴门牙 随后撇了出去 结果正好扎到陈浩 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还以为是幻觉 一天后大兵醒来 气愤地看向兔子 恨不得把他撕巴巴 快速拿起头盔砸了过去 兔子一脸委屈 捡起头盔灰溜溜地离开 十天后男人快要饿死了 转身发现兔子又回来了 还端来了食物 只好拎起活的死鱼 心里非常感动 决定原谅可爱的小白兔 于是二人开始生活烤鱼 为了能快点吃上烤肉 对着火堆吹起来 兔子也好奇地跟着吹起来 可是没控制好力度 兔子知道自己又做错了 看着他手里的锈标 想起白天找食物的时候 建构这个图案 于是用木棍做成担架 使出师爷爷的力气拖着大兵 一年后来到医院 桌上摆满各种工具 本以为自己得救了 没想到抬头一看 居然是敌军医院 下一秒传来男人的惨叫声 兔子还以为是大兵在感谢他 那么问题来了 你觉得这么可爱的兔子 是故意针对男人 还是不是故意的呢 欢迎评论去留言 感谢博主蛋蛋 下期更精彩 上一顿的吸尘器出现在城市 没走一步地洞闪摇 看到巨型吸尘器朝这边驶来 小伙吓得夸夸往前跑 前方楼房瞬间被他摧毁 我得妈呀 还好他反应够快 强大的吸力就像龙卷风一样 经过之处瞬间以为平地 画面一转 男人正在清理带有城市图案的地毯 而地毯正是小伙所在的世界 可怕的是吸尘器的吸力实在太大 就像刮着石鸡台风 所到之处 可以用村草不生来形容 然而更可怕的是 现实里的男人正在低毯式清理 小伙已经无路可逃 并且越来越近 马上就要被吸进去 吸尘器却突然停下来 原来男人想起厨房的水烧开了 可小伙还没跑多远 吸尘器就追上来 眼看小伙马上就领盒饭 吸尘器再次停止工作 紧接着搜的飞上天 原来吸尘器被树枝卡住了 趁着男人清理树枝 小伙赶紧拼命逃跑 感觉这就是他的咬害 立马拿起斧头对着电线 哭吱哭吱以顿轮 不管3727直接砍断电线 等男人再次准备启动时 竟然火花四射 他急忙用胶布抱好 强大的电流直接把陈豪击倒 他起身发现 刚才砍的地方已经被修好 吸尘器又恢复正常开始运转 为了自救 陈豪只能拼死一波 顺着电线一点点往上爬 虽然他有恐高症 但还在咬牙坚持 现实中吸尘器出现意外 男人不停地晃动 电线也跟着摇摆 此时小伙马上就要掉下去 他用力一跳直接劈进绝缘层里 并且一直向下滑 结果吸尘器瞬间爆肺 把屋子弄得屋烟涨起 微型世界里的巨型吸尘器也随之倒塌 这已经是今天第50个了 随后他用扫地机清理 面对这么多腿的庞然大悟 这次陈豪能成功应对吗 觉得能的扣一 不能的扣二 感谢关注淡胆 下期更精彩 女人鼻子变大掏住对方脑袋 而男人也长出鸡脚 随后女人伸出白蜜肠的舌头 好像要把男人吃掉一样 这家人看起来十分诡异 每个人都心怀鬼胎 他们本来是要拍全家福 尽管所有人都在微笑 但拍出来的照片却不尽人意 随后女人提醒玩玩具的女儿 女人露出不满的表情 母亲又提醒儿子白好姿势 小男孩不屑地做出鬼脸 随后拍出来的照片 显得格外诡异 摄影师以为他们太紧张了 让他们放松一下 就在父亲整理外套时 一根金发随之落了下来 明摆着男人在外偷吃了 女人瞬间黑脸 此时她只能假装没看见 见几人都不在状态 摄影师走过来帮忙 让两人呼唤一下位置 把男人的手搭在媳妇肩膀上 这时安娜的鼻子变大 使劲闻着丈夫身上的味道 即使男人小声解释 可安娜根本不信 仿佛男人变成撒谎的恶魔 女人恨不得一口把她吃掉 结果咔嚓一下 拍出来的照片太吓人 这时男人想把领带系上 可突然领带变内裤 这也太过分了 女人彻底暴怒 夸得一下把丈夫打倒在地 接着又是疯狂输出 两个孩子也开始相互殴打 本来应该是欢声笑语 没想到所有人竟然都真的 拍出来的照片都是呲牙咧嘴 安娜用枕头死死捂住男人脑袋 看着丈夫举手投降 可女人已经丧失理智 竟然活活把丈夫闷死 那么问题来了 既然这家人不幸福 为什么还要去拍全家福呢 欢迎评论区留言